把焦点转到对岸新加坡 单容八个三年前发生的公寓居民 投掷酒瓶 酿成楼下一对老夫妇头破血流 一死一伤的命案 法庭星期五裁定 闹出人命的澳洲籍被告 鲁莽罪名成立 判处他坐牢五年六个月 法官下判时形容 49岁的被告安德鲁高斯林鲁莽的举动 是一种对穆斯林群体的宗教敌对行为 被告从七楼向五楼镀台 一群参加桥迁聚会者抛制的酒瓶 击中了73岁的纳西亚里头部 和妻子玛尼莎的肩膀 导致前者不幸死亡 后者受重伤 法庭宣判被告服刑五年六个月后 被告父母在庭外受访时 寻求死者家属的宽恕 并认为儿子并不是一个仇视其他种族的人 他就是我们的子孙 他是一个人的质人 他不绝对这种人 他会不会想到这些东西 和做这些东西 有什么事不错 他不会做这种人 他不是那个人 他有朋友 由各种各种不同的赏 各种不同的层性 各种各种不同的 religions 受害者的子女今早出庭文判后表示 虽然母亲身心灵受到创伤 也难以接受父亲以这样的方式去世 但家属对于法庭终于结案感到松了一口气 辩护律师则透露将会针对刑期提出上诉 案件也将转到高庭审理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